大陆珍宝古安城的地摊 今天5月31号 5月最后一天 也算是这个交流会地摊的第一天 很早已经摆得很满了 我们现在就开始逛起来 昨天买了两件 但不要着急 我们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好的东西到手的 等待机会像一个猎人一样 捕捉住时机 然后再一跃额动 有一些民国的小罐子 小粉盒 小水鱼 湖乡老货 湖南 其实这边还是一个 本土池器比较多的地方 而且它现在比较多元化 上次有个朋友搞那个大盆 他今天又没在 回头他来的时候 我可以给他问 他喜欢这种大盆 所以每个人喜欢程度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我们设立十个粉丝群 就是让不同喜好的朋友 能够去把它的专业兴趣集合在一起 我们把一些不同美类的精品 发现之后会分享到那边 大家都加下咱们首页粉丝群 老板先包着 没事 你边包我边讲 刚才我逛了一大圈 新的很多 新的一大半 老子里面也没几个看得上的 在这里我挑了一套公鸡的盖盘 盖锅 你包吧 对我简单品一下 好一个我来给它看一下 把盖子看 这个是一个荔枝钮 然后上面画的是 棺上加光 公鸡图 五支大公鸡 大吉大利 玉很好 像以前我们经常 有时候给你们买点盘子 现在都不多了 完整的 那么这套是全品的一个 公鸡的一个盖锅 很少见 而且这种是带一个钮吧 两边有钮吧 而且它是个浅腹的 很雅气 不是那种很深的 这种其实 你可以都当个鼻喜玩 这个单独可以做个鼻喜 那个是一个带盖的鼻喜 所以它比较偏文房的味道 外面一圈都是这种公鸡 底下有个Made in Trenocon 这种是一个典型的晚清 晚清的一个制式 很漂亮 而且全美品 这个算是今天老朋友这里买的 现在只能在老朋友这里买的 来你包一下 什么打包 隔开一下 这老朋友这干的一套 那边还有一套 不过那个品项有点毛病 我们就挑了一套全品的 我们是优中选优 金中选金 好中选好 这么去买东西 不容易的 男的就是逛一圈 就买一两件东西 现在东西越来越难买 今天开张 现在这里已经是人山人海 挤的是水泽不通了 给你们做个总结点评吧 刚才我整个逛了一圈 就是老的呢 捕获的很多 基本占了一大半吧 但是新的也很多 像这种交流会一定有很多人 就趁这个机会来 卖一些仿古的 工艺品 新的这一类 很多很多的 就不管是这种实体的 这种地摊也好 还是说我今天早上 刷了几个 无意中的一个直播 都是在那卖工艺品 卖现代纸 但他们卖的都很贵 都是几千几万的在那卖 有很多朋友他不专业 因为这种东西 本身就有门槛 哪有那么多人 是懂这个东西的 他们都是以假乱真在那卖 而且卖的都很贵 所以我们实实在在去淘这些老货 而且淘金品是非常不容易的 整个这么一个长沙的韭菜园路 大陆古岸城的地摊市场 真的能够淘出来的金品 可能就是个十二十件 而且价格都很贵 就是你能够买到 手的这十二十件里面 可能就是一两件 所以今天我们也就是买了 一两件东西 其他没买到 因为没有货 我感觉总体还是金品的东西少 就是一些老普残了多 这就是真实的古岸的现状 stocks 人民币 感谢观看